进入今天的大调研在一线 日前,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维平 左访调研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区人大办、区投资办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李维平首先听取了该公司负责人的介绍 详细了解了企业经营发展情况 李维平表示,咨询公司等企业作为专业服务业企业 因其主营业务的特点而产生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和问题 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要针对这些特点 尽可能做到一起一档、一起一方案 为企业提供更为精细化的服务和管理 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据悉,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企母公司毕马威是一家专门提供审计、税务和咨询等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 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其业务遍布156个国家 该咨询公司2015年缴纳税收2.02亿元 位列本区企业税收排名第35位 2016年上半年缴纳税收1.27亿元 2017年缴纳税收1.27亿元